大虾这样吃就对了 首先 外掉它的虾头 虾头里面有能吃的 有不能吃的 虾皮上这些黄色的东西 是可以吃的 这是虾油一定要吃掉 非常的鲜甜不错 虾头里面 前面这些部分是不可以吃的 咱们需要去掉 剩下的这些 长须子的这些小脚丫子 这些连着的是虾腮 不能吃去掉 接下来虾的这个身体上面 把壳先扒完 肚皮上的小爪 也是不能吃的 去掉 这个里面的虾黄 或者是虾油 特别的香 千万不要去 先做一口 鲜甜的感觉 味道特别的好 最后 你看看这个虾的抠弹的这个质 嗯 太棒了 吃 这个虾肉就是脆的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棒 简直太棒了 好 好 感谢观看